這是他的儀式動作 雖然兩罰都沒進但是球落在他的手上投進了一個三分 他邊線球 對 他沒有到進去的一個戰術 Liggins接球之後直接出手進 這兩季的外線 這球包括了小胖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Liggins 這個殘球Liggins展現了他的防守能力 補位的補得很好 他從弱邊去做一個超級 判斷精準 然後後面拖車是陳俊蘭 球抬進 看這個牛角戰術 Liggins接球進去一個大打小的機會 上半場 Liggins 趙宇已經響了所以後續的動作 特殊的發球動作 這回兩罰都進 鋼鐵人雖然是聯盟最會抄劫的球隊 不過今天國王隊的抄劫是他們的一輩 那可能跟Liggins的加入也有非常大的關係 在空中啊 要不然就變成兩次的一個處理球 八名球沒接好 Liggins再救回來 乾脆自己投了 從第一節後半段到二三四節 都有做到 就是 對球的一個對位對得很積極 他也知道說剛才的一個外線的能力 算是還不差 是 Liggins 就是展現一個個人外線的能力